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向同学们说明一下 第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们对每一集整理出几条所谓的重点 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目的只有一个给同学们一个抓手 帮助同学们理解经文仅此而已 也未必适合每一个人仅供参考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号入座 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我们第二次赴讲《无良寿经》 重点放在笃形上 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切记空谈 切记贪多 做到落实一个是一个 解决一个是一个 还是那句老话就是重实质 不重形式 要抓住重点 扫除障碍 你学佛路上哪个障碍最大 你就先扫除哪个 就像攻克钓宝一样 哪个钓宝火力最猛 杀伤力最大 你就必须先把它拔掉 才能扫清前进的道路 比如 有人笑到缺失 或不圆满 不笑父母 不敬师长 有人 称恨心强 不是恨这个就是恨那个 觉得谁都对不起自己 有人 嫉妒心强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有的人心术不正 诅咒别人 希望别人倒霉 有人心量小 欲试斤斤计较 不能包容人 没有朋友 有的人 无理变三分 得理不摇人 有人贪恋牵挂 这也放不下 那也放不下 有的人 真假不变 抓住假的 死死不放 把真的放下了 有的空喊口号 不干实事 玩假把事 搞花架子 自欺欺人 到头来 一无所获 种种现象 不胜枚举 同学们 要想今生成就 必须动真格的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你的人生目标 是否确立 只有确立了人生目标 才能选择走什么样的路 不同的人生目标 走不同的路 确立了目标 选好了路 最后是怎样走好这条路 一直到终点 这是人生的三部曲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为什么用讲故事的方法 介绍五位位居上手的尊者 我用讲故事的方法 向大家介绍 乔臣如尊者 舍利福尊者 大木剑连尊者 家舍尊者 阿南尊者 目的只有一个 强化 人性化 弱化 神秘化 怎样解释这两句话 就是我要把他们讲成人 我不要把他们讲成神 我为什么想起用这种方法 一是 佛菩萨点画 用这种方法 接地气 效果好 二是 现实生活 给我的启示 什么启示 十年的弘法之路 我遇到了这样四种人 第一种人 傲慢无礼 目中无人 什么高层大德 全部在画下 大有一览 众山小之士 第二种人 谁都学不来 你说 夏连居老居士 黄殿族老居士 这样的人会说 哎呀 人家是再来人 咱可学不了 老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海鲜老和尚 作为我们佛门的榜样 有人会说 人家根性好 咱可比不了 老法师给大家推荐 刘肃清老菩萨 有人说 哎呀 人家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就说我吧 一个土里土气的退休老太太 也得到了一顶不小的帽子 哎呀 人家是什么什么大德呀 你说我是高兴呢 还是悲哀呢 这是我喜欢的帽子吗 说到这儿 我想起了 在省政府工作的二十年 年龄比我大的 叫我素云 年龄比我小的 叫我刘大姐 再小的 叫我刘姨 我觉得挺好的 多亲切啊 没想到退休了 七十多岁了 还弄了一顶大德的帽子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我只要阿弥陀佛 第三种人 瞧不起人 不相信别人能往生西方 毛毛毛往生了 有人说 就他那个样 还能往生 比如 这个居士生前 读金刚经 有人就拿这个说事啊 那我说你无量寿经 没学明白啊 学大成经典 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样往生啊 怎么到你那儿 读金刚经 就不能往生了呢 依法不依人啊 第四种人 盲目迷信 有人说 刘老师送往生 一送一个准 送谁 谁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弥陷大谎是谁说的 谁说 谁负因果责任 如果说刘老师送往生认真 这个是真的 这个我承认 我送刁局师丈夫老齐往生 二十四小时 不吃不喝 不上卫生间 不是我刻意安排的 时间是不知不觉中过去的 老齐往生了 我送一位老大哥往生 走得不好 我从晚上五点钟 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 我一个人在医院瓷砖上 磕了十二个小时的头 没有人替换我 膝盖和胳膊肘都磕破了 尽管这样 我也没把他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说的是真话 你们信吗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告诉同修们 阿弥陀佛是人修成的 世家牟尼佛是人修成的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都是人修成的 他们是人 不是神 我为什么讲五位尊者的故事 他们是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人 我们能够向他们学习 如果我把他们讲神话了 我们还能向他们学习吗 因为他们是神 我们是人 人学不了神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五位尊者 是活生生的人呢 他们是人 我们也是人 人可以学人呢 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方式 向大家介绍五位尊者的初衷 不知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位尊者的故事 我是从一本书里看到的 这本书是一位当代大德法师写的 在这里深深地感恩这位大德法师 为我们讲述了如此动人的故事 让我们对五位尊者 有了更鲜活的认识 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感恩 深深的感恩 智诚的顶礼